向来与民主行动党不咬闲的智能与社会关怀全国投诉主任陈志聪 上一回指控四言莫国会议员林丽莹 那么卖力为多家金钱公司的中国投资者出头讨公道 甚至上门财场 怀疑是有蹊跷之后今天再重磅爆料 指旗下的组织进来接获满星云的内部投诉 表示行动党是因为不满没有收到满星云的利益 才会对该公司展开连串的报复行动 这个就是林丽莹助理 Pacted Who的一个网站 你们可以上去看看 这里一直是打击那些非法的 那个非法的money game的公司 其实它是没有错的 只是说因为分不到钱 所以一直在攻击人家 这样的方法就不对 那60个真的是受骗者骂中国鸡的 那天来Montspin那边捣乱的 我们将会在我们的开在节过后 庆祝新年过后 我将会和我的主席一直去中国大使馆 去就是建议中国大使馆 查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另外陈志聪也向媒体出示 宾州首长林冠英和JJPTR创办人李宗盛 同台出席活动的照片 以及行动党宾州社卿团副团长王漫盈 在脸书上屡次发表和上传 力挺JJPTR的言论和贴文 怀疑整件事情另有乾坤 要求行动党现身解释 党员是否真的从中得力 NTV7综合报道